有人想問883,Elaine Chui 她說883短線見頂尾 有沒有機會上衝12元呢 她10.9元是有貨的 另外也有另一位觀眾想問 油股的推介 究竟883還是857元呢 如果你想回10元邊吧 剛才有貨的就是10元邊 是的,我記得是 10.9元 賺了一元,賺了一元 那一定是拿著她 還有接下來6月9日才會隨正 隨正的特別息其實 大家知道是很吸引的 那裏有一個多的特別息 當然會扣下來 但是我當你現在立即隨正 可能接下來當你不動了 都是這些位置12元邊 你扣回一個多 都是落回11元左右 也是接近你本身的買合格 那即是理論上說你這個息 你是代硬了 除非她來了這幾天 是有急跌的 跌到令你扣回後 可能是要蝕住 或者捱住 但是如果在短期因素上看 我覺得油價 以至到油股 也未必是這麼淡 油價其實說了很多次 是很硬正的 屬於 所以你問我看法 其實油實際不是非常樂觀 因為這些硬正的地形因素 但是起碼這些地形因素 現在都沒有解決的跡象 令到我想短線的油價 繼續撐得比較強 還有你看看海有的股價 都是繼續破壞 就是你過去幾轉 在大概11.8這些位置 4月份都是撐下來 那今天或者這幾天開始 真的突破了上去 那就是整個上升浪是延續著 還有你論走勢 還是在一些軍線流上 基本上也要飄越遠 其實是很強的一個股價走勢 所以有貨的 我覺得可以保持著 真的等著徐證 有這個收息也可以 又或者如果你 在6月9日徐證前 你見到股價 可能不多對路 突然回得比較急 那你就真的實際上自己賺了 那可能真的 才撐下來再賣回比較好 因為長線的計算 始終海有 接下來這幾年 都有保證的排斥 那其實計算息率 都有平均六多樓上 其實都是叫吸引的 那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暫時這個先拿著 但是如果真的走了 那再低一點才賣回比較好一點 如果好像另外一位 沒有貨的觀眾 他想買油股的話 應該選擇海油還是中石油 那一定是中海油特別強的 就是你幾隻油股 拍賣的股價都見得到的 那因為最直接 你的海油是 就是跟上油價走 但是始終真的升的幅度很誇張 如果你沒有貨 你說這些位置入 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小心 在高位都會有波動 因為其實你看看海油股價 就說強 但是其實譬如 可能3月那一轉 4月那一轉 其實兩次都試過 是回過一下 都幾急 然後才抽上來 那所以你如果這些位置入場 你都要預料 可能有這些可能性出現 那除非你真的很少住 否則的話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買 寧願等低一些 才部署會好一些 差不多了 我還是不贏 跟上油很少 有時候 有問題 有問題 有事 有問題 有不